华渡牙野一所儿童残障福利中心 爆出一试虐待残疾儿童的照片 引起关注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周美芬 今天前往有关的福利中心巡视 了解情况后指出 政府将会尽快安排专科医生 为中心内的残障儿童诊断 是否有暴力倾向或攻击性行为 周美芬也坦言 照顾残障人士是不容易的工作 而她在查询后发现 中心内并没有发生 如外界流传的虐待孩童的事故 不过在考量到民众的看法后 她将和相关人员探讨 安置孩童的最佳方式 周美芬强调该部也会增加前往该中心突击检查的次数 确保福利中心依法行事 由于单屏照片可能无法断定中心内的实际情况 她也欢迎上传照片的网民随时到访该中心查看 此外该收容中心的主席西华林干也否认 将这些残障儿童当作狗来看待 她强调为了保障孩童的安全 才会决定在晚上将他们安置在特制的隔间内 没想到却引起误会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部长罗哈尼则是强调 目前该部已经在着手调查这件事 她表示根据相关的标准作业程序 就算是为了安全起见 也不能将孩子安置在铁笼里 我请求我的主席去看 我们看到我们的所有事情要做 然后让她回来 我会召唤 这不是这样的 她的联系 我会召唤 因为她的联系是一位的联系 华杜亚野警区主任 莫康默纳斯里助理总监随后证实 经过警方的调查 福利中心内的残障儿童并没有被虐待 所谓的铁笼也是中心为了残障儿特赦的隔间 NTV7综合报道 是 感谢观看